接下来开始我就要来介绍跟示范第一套清理资料的函式 那现在要介绍的叫做Pivot这个函式 那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把宽表单转成长表单 另外一种是把长表单转成宽表单 而在做示范之前呢 我要先来介绍我们在这段示范之中的一个示范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我从这个页面中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不像用不像电子书的原始档那样 直接从Data Scale的package中直接汇出来 因为虽然这个资料里面有 不过我想借此让各位看到更多样的贿赂资料的方法 那这个呢是直接从电子书原作者Lisa的 她的Github中直接抓下来 直接那这个资料呢是一个在人格测验中很著名的大五人格测验的资料 那在这里呢它所显示的是这所有题目的首先部分受试者在所有题目的回答 那大家看到的每一个变数呢 或者每一栏其实都是一个对应某一个人格向度的某一个题目 而大家可以有在前面介绍过长表单跟宽表单之后 大家可以应该可以分辨出这很明显是一个宽表单 因此要在处理之前呢 势必要经过把它转换为长表单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在接下来的影片就要来示范如何用people的函数将这份资料转换为长表单